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西瓜视频好提心点赞官的耐成员余淑欣 我接到西瓜视频的邀请参与360行职业发光季活动 因为马上要到毕业季了嘛 我相信很多宝宝都在思考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360行都各有各的魅力 而在西瓜视频上面也有很多来自各行各业的职业人 分享他们的职业生活 比如说有一些像在我们横店的群众演员啊 还有一些职业赶海人啊 今天就由我来聊聊演员这个行业吧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演员呢 其实我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是比较活泼开朗的 然后我从小就是性格也是比较外放的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像演员要做的第一步 就比如就是那个解放天性 我从小天性就挺解放的 在读书的时候我也一直都去竞选什么文艺委员啊 学校里有什么那种活动啊 还有一些文艺表演我都会非常积极的去参加 然后我从小也很喜欢拍一些偶像剧 我记得我小时候台剧我最喜欢看《放羊的星星》 然后《晴天爱情海》好像是内地拍的 然后《王子变青蛙》 还有《下一站幸福》 不是我演的《下一站事情》 可是《下一站幸福》 韩剧我喜欢看《来自星星的你》里面也知道 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比如说在外婆家我就会拿着叠片放到那个机器里面去看的 后来呢我就因为我从小也是有一些演员朋友的 都比我大的哥哥姐姐们 然后我就会去去探班他们 慢慢的也就对演员就是怎么去把这个戏拍出来有所了解 然后我也慢慢的就踏上了这个道路去去北京试戏 走进演员这个职业之后 对我帮助最大还有就是影响比较深的 就是我参加的一个综艺节目 大家应该也知道表演综艺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在真正的专业院校去学习 而且请到了重量级的 电堂级的演员老师们来教我们表演 他们就会很无私的奉献很多专业上的知识 然后也会去告诉你演员 其实像当时程老师就会说 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 演一场戏你要知道什么 然后我还记得我说动机 然后还给我握手 然后说只有你记得我说什么 包括就是那时候他传授给我的知识点 现在我去拍每一场戏的时候 我都能想到 就真的还是在你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 直接就告诉了你最重要的那个表演的真谛是什么 就是等于你也不会走弯路嘛 就直接老师都把最好的读先告诉你了 对 还有就是大家别看我在节目里嘻嘻哈哈的气候 其实我对于表演还是挺认真的 因为观众都是很聪明的 你有没有真诚的去表演 他们都是看得出来的 对演员这个职业的理解 我觉得演员就是一个很快乐 然后很有成就感的职业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演一些IP小说的内容啊 或者说你去创造一个原创的人物啊 你就会看他从剧本上 然后活生生的通过你去表演 或者你去穿搭你的造型 你的浮画道啊什么的 就把它给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观众面前 嗯现代装的时候可能大家还觉得有个本人的影子 但是你去武装剧 像我先拍仙侠剧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就是换了一个人 而且就是其实演员他能带你体会到一些 你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体会不到的 哪怕你去拍那个恋爱的戏啊 好有时候这个场景就是真的特别特别浪漫 就是你真的去谈恋爱根本也不会去做这些 就是那么有仪式感的桥段 然后拍戏的时候呢 剧组就会有很多其他的角色嘛 也是能在不同的阶段认识到不同的好朋友 然后跟他们互相了解 但是在剧组的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长期都会生活在一起嘛 然后还是很容易交到好朋友的 好啦现在说完我的职业后 我们就来看看西瓜视频站内的一些职业吧 其实作为演员就是去演绎不同职业的魅力 不同职业他们的闪光点啊 然后呢去努力的把他们带到屏幕前 所以我平时也会在西瓜视频上 看一些创作者发布的自己职业的视频 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些 比较小众就是我们之前可能不知道的职业 好啦现在我们一起出发看吧 没有拆封的啤酒 但奇怪的是它只剩下半瓶了 不知道它是怎么蒸发的 奇怪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 那这些都是几几年的那个玩具呢 我看我童年照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玩那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 就这样的拉然后就那种 就是圈圈 其实他们现在玩的东西都已经是挺现代的了 就是都有一些什么航拍机啊 越野赛车 我之前玩的那些就是感觉比较小儿科的 还有那种用果冻啊 尼亚绒捏来捏去的 我们95后的回忆已经被淘汰了 我觉得这个创作者真的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虽然说它是在那样看起来是一堆垃圾 但是它还是能从中找出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值得收藏的东西 这就让我连想到有一个电影叫做《机器人瓦迪》 就是在它的那个职业里 就是每天去捡垃圾 就是和它日复一日总是做的一样的工作 但它就是每天也是很开心 也不会觉得很疲倦 其实有些东西可能坏了 但确实非常宝贵的菜铺 意义在于这些东西承载的记忆 接下来是一个横店群众演员的Vlog 哎呦喂 怎么这个表情啊 哎呦这是发的呀 为什么呀 怎么样 夜未熟悉 我完了 什么 没睡觉 拔累 是什么拔累 哦没睡觉 昨天还没睡觉 没睡觉 没睡觉 对呀 他们这个一看就是 临场反应 还挺好笑的 做到了真听真看真感受 哦 你这个走了 你这个年轻 什么海费出品啊 我本来并没有人 我希望皇家帮大家 你就是皇大仙啊 你就是皇大仙啊 对对了 不是我之前我刚才先 哎 我怕好洋气啊 那你一定别的洋气哦 我没想到 他是我大咖今天啊 小兵啊 今天我就是群演员 因为有的时候 其实群演他们在旁边 也没有很多词 有时候就演一些反应啊 但是你还是能看出来哪一些人 他是比较爱演的 然后就很认真的 哪一些人他是 就是随便的也不是特别认真的 其实往往嗯 认真的人 大家都是能看出来的 我就是能看出来 导演也能看出来 然后你 如果这么小的一个角色 你都能很认真的去对待的话 那他就还会再给你机会嘛 你今天好帅 好帅 帅啊 帅啊 细帅的帅啊 哎呀 口爱吧 好夜戏的 有夜戏啊 细帅帅其实是老梗 我们小学的时候才来说这个话 你的口中话不标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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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口中不标准啊 口中不标准啊 谁帅一点你们 你最帅是吧 人家活着一个 哇 还有那么多帅的 这个小风扇也真的是夏天必备 现在还流行一个小风扇就是挂在脖子上 因为有时候脸上出汗了 就要不停地去补妆嘛 让他们的风对着脸吹 就比较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撞花 看着你大刀好不好 我经常会在西瓜视频上面 看一些听众演员的vlog 很有意思 就会觉得他们平时在旁边 也不怎么说话 然后私底下的时候 竟然是就是这么活泼开朗 也很吸睛 其实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甚至他们会以 就是因为剧主餐吃得很好啊 很开心 这个装扮很漂亮很开心 也觉得就是让我找到了我当时的初心 因为我之前也就是因为有那个戏服 死也不多 我就会觉得好开心 就希望他们一直可以这样子努力 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不要放弃 你看他们也不是说做这个职业能赚多少多少钱 但他们就很快乐 快乐是一个很难得的东西 所以呢我就希望 你们在做自己事情的时候 还有自己的工作 也能发现怎么样去快乐 就也能去发掘怎么样 能快乐地injoy这份工作 然后热爱自己的职业 好啦 今天星星的闪光职业分享活动 就到这里结束了 今天跟大家聊了我的演员身份 还看到了大家都知道的职业 非常的开心 嗯 其实我更想看看 就是之前那个我提到的感喊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很喜欢 什么大海调之类的 大家也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去西瓜视频上面找一下 嗯 也希望各位在西瓜视频上 寻找更多发光的职业 或者来西瓜视频投稿 说出自己的职业故事 我看到优质的创作视频 会给大家点赞咯 拜拜 我们下次见啦